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武汉下船 你们从陆路回陕西 我跟残商谈好之后再回来 湖北谈完之后 你再去趟湖南 比利药的茶叶 波斯物药的瓷器和药材 你都一起定下 知道了 如果价格合理的话 我就把下一季的生丝和茶叶 全部定了 这个由你来定 我有话跟你们少奶奶单独聊几句 为什么 为什么不辞而别 无话可说 只能不够而别 你胡说 为什么要抢走我生意 是你 明确告诉克劳迪你无法交货 我才进入的 但是你以这笔生意为突破 让他跟你签了十年的契约 断了我今后十年的财路 沈少爷 上海的洋商不止克劳迪一个 你可以寻找另外的生机 对 上海的洋商不止克劳迪一个 你为什么针对我 我不过是见到生意顺手做作而已 上海商人这么多 你不过是凑巧 撞在了我的刀刃上 周爷 你为什么要来上海 我为生意而来 不 你是为我而来 沈少爷 沈少爷 你太看高你自己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我问你 当我离开金阳前送你那部画的时候 你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 当我在电报局与你偶然间相遇的时候 为什么你的眼里全是泪水 当我抱着你 在舞台中间旋转的时候 为什么你看着我 那么陶醉 是 我承认 我对你有过那么一点东西 但是在知道吴家军讯案真相之后 那一点东西 和我们之前的过去 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 什么意思 吴家冬院被人陷害 家破人亡 罪魁祸首就是你爹 沈四海 你在说什么 我看到了当年军讯案的全部卷走 有人匿名举报 说吴家冬院军须作假 说亲眼看见吴卫文用松香代替雪节 而这个人 就是你爹 沈四海 你爹还亲口指证 说沈月生 因为不愿与吴家冬院同流合物 才被吴卫文指使手下杀害 你不愿意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以为是胡志存陷害我爹 现在我才知道 那个最卑鄙很辣 害我吴家冬院家破人亡的凶手 就是你爹 沈四海 沈星宇 要是换成你 在知道这一切真相之后 还能和仇人的儿子谈情说爱 还能若无其事地计划未来吗 邓奶奶 该上船了 我并非铁石心肠 你对我的感情 我不可能无动于衷 但吴家对我 却是再造之恩 现在你我之间 不仅仅隔着我寡妇的身份 也不仅隔着我在神堂前的事业 更有一段血汗深仇 水桥 无法忍徒 只要我周瑩在世一日 这仇 我就一定会报 天注定地注定 我们回老 蝴蝶在沧海哭了多少 故事已经开始沉醉 释放的爱如此的美 也许我们再不会 忘掉释放的爱如此的美